机场大厅人潮众多 民众在柜台排队 以人工化位方式进行报道 你们等了多久的时间 两个多小时 根据了解19日下午 微软系统全球大档机 台湾国际机场表示 部分航空公司 因为使用微软云端系统 连带影响离境报道 无法作业 目前影响航空公司 包括全亚洲集团 台湖 捷心集团 香港快域 冀州 库航 以改采人工化位方式进行报道 另外达美航空及联合航空 也受到影响 外站停止起飞 华航则说 目前定位功能受到影响 进行维护 机场报道及搭机作业 维持正常运作 而长榮航空表示 目前订票等作业都正常 微软线上服务故障 导致的灾情传遍全球 航空公司和银行服务出问题 最后祸首也抓到了 竟然是资安公司 CrossDite的 防毒软体更新党出包